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流传下来的古代文物为您讲讲中国古人是如何养生的 养生意思出自管子是保养生命以达到长寿的意思 到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西汉时期 有人就发明了一套用于保健养生的健身操 并将其绘制成图 这就是导引图 导引指的是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健身方式 我们现在看到的导引图 1974年出土于湖南长沙马王龟三号墓 经专家认定 它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中最早的古代健身图仆 导引图长约100厘米高约50厘米 图中现存44个人物图像 男女各半 他们当中有老有少 有的穿长袍 有的穿短裙短裤 有的上身赤裸 男女均把头发盘成发际或戴头巾 专家说 从画中人物穿着的服装来看 他们都是汉代的平民 可见导引图描绘的是一套流行于民间的健身操 导引图中的人物做出44种不同的动作姿态 每一个动作旁边都有文字说明 标注这个动作的名称和其达到的养生功效 导引图出处时虽已残缺 但图中保存下来的31处文字说明 为人们研究这一古代健身图谱 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导引图中的44种不同动作 可以分为呼吸 肢体和气血运动 人们从中既可以找到 类似于现代广播体操和瑜伽的动作 也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簇居的身影 养呼就是呼吸运动的一种 其动作为胸部扩张 养身时双手向后举 同时挺胸收腹 做深呼吸 这一动作能加强心肺功能的锻炼 导引图中的肢体运动包括 伸展 屈膝 转体和跳跃等动作 比如雄颈 其动作为扭腰 转身向右侧甩手 这个动作可以疏通筋骨 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 导引图还描绘有使用棍棒 纱带和球类的气血运动 比如 弹狼就是一种盘形器械运动 其动作为扭腰 双手向空中甩袖 做跳跃状 双目注视圆盘 图中这名身穿长袍的女子正在进行球类运动 她的脚下有一个红色球状物 有专家认为 这名女子所做的球类运动 正是中国古代的促居 也就是踢球 此外 导引图中还有模仿各种动物姿态的运动方式 其中包括鸟饰 熊饰和圆饰等 专家说 根据导引图上的文字记载 可以看出 这套健身操不仅能保健强身 还能治疗五官 四肢 以及消化系统等多种疾病 比如 乙胀通阴阳这一动作 可以促进血液循环 治疗肢体麻木 其动作为 双手握胀 左上右下 利用器械做翻身转体运动 引吸痛 可以治疗膝关节疼痛 其动作为 双手握拳底腰 极力弓身向后 腹中可以治疗腹部消化系统的疾病 其动作为 扭腰 极转双手 又如 俯身翘臀 仰头虎式的闷觉动作 可以牵动腰 背 四肢等部位 促进血液循环 有治疗肢体病痛的功效 导引图中还有标注 痛明 引龙等文字的动作图形 说明 这些动作可以治疗五官方面的疾病 有人把导引图与中国第五套广播体操进行对比后发现 现代的广播体操基本囊括了导引图中肢体运动的精华 广播体操中的上肢 阔胸 体侧 腹背和跳跃运动 在导引图中分别对应有 龙灯 养呼 螳螂 闷觉和影像等动作 导引图中这些我们现代人看来颇为眼熟的动作 古人统称其为导引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 中国就出现了对导引的研究 比如庄子中便有吹雪呼吸 土固纳心 雄精鸟身 唯瘦而异异的记载 明确提出 把土固纳心的呼吸运动与模仿动物的运动结合起来 可以起到养生长寿的作用 在导引图出土之前呢 导引只建于文字记载 人们不知道它是一种什么运动 导引图出土以后呢 曾引起很大轰动 人们一下子明白了 原来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古人是通过这样的运动来养生的 有专家认为 正是在导引和导引图的基础上 中国东汉的医学家华佗才创编出著名的武琴系 武琴系又称武琴操 是通过模仿虎、熊、鹿、圆、鹤五种禽兽的动作姿态 以达到宝剑强身的一种气功运动 武琴系中的熊系 其动作像熊一样沉稳 可以起到加强脾胃功能 增强体力的功效 鹤系就是模仿鹤的昂然挺拔 亮翅清祥的姿态 以此调韵气血疏通经络 增强肺部的呼吸功能 虎系就是模仿老虎摇头摆尾 扑按转斗的动作 以达到田筋易水 强腰健肾的功效 鹿系就是模仿鹿仰伯奔跑的姿态 以达到舒展筋骨的锻炼效果 圆系是通过模仿圆的敏捷动作 以锻炼肢体的灵活性 武琴系能治病养生 强身健体 据说 华佗的弟子无谱 每天坚持练武琴系 竟然年九十余 耳目聪明 齿牙满肩 中国古代的养生文化远远流长 有着一整套养生理论 除了运动养生 古人还讲究饮食养生 注重生活起居的规律性 中国隋唐时期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孙思淼 就通过多年的研究 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养生长寿秘诀 孙思淼出生于公元581年 公元682年去世 享年101岁 一生跨越了隋唐两个朝代 他毕生致力于药物的研究 晚年隐居于陕西药县的药王山专心著书 他写的千金药方和千金义方 对中国后世医学影响深远 如今在药王山上 还有一座纪念孙思淼的药王殿 药王殿留存有一块名为 海上方的明代石碑 它是中国现存最早 也是最完整的医药方书碑 这块碑上刻有从孙思淼千金药方 和千金义方中 节选出来的药方和养生秘诀 石碑上部的枕上记和养生明 记录了孙思淼所总结的长寿秘诀 这些秘诀都以顺口溜的形式出现 读起来朗朗上口 这些碑子里主要的内容 孙思淼用的办法是 群众容易上口 容易记忆的一些口诀 撞洞 井阳中 寇齿三十六 坐卧莫当风 贫欲卵处欲 石宝 行摆布 常以守磨覆 墨石无鳞鱼 筑斑禽瘦肉 除了这些编程顺口溜的养生理论 孙思淼还把卫生保健知识通俗化 他编写的卫生歌告诉人们 一年四季如何养生 太宝生神积三位 太可生雪并生气 秋冬一冷见佳天 莫待并生财福药 春月长酸一时凡 冬月一孤孤孕选 卫生歌里的语言空俗一种 告诉人们是一干什么 不是一干什么 即使是小孩子也能明白 孙思淼的养生保健理论 至今仍然适用于我们的日常生活 从导影图到武琴戏 从孙思淼的一方碑到卫生歌 中国传统的养生文化博大而精深 他体现出中国古人的聪明和智慧 好 感谢您和我一起穿越历史 感受国宝 分享文明 让我们下期同一时间 再见